好 不行 阿綠好漂亮 像這個頭台超美 OK 再眼睛一下 再回來 關 好 不行 阿綠好漂亮 像這個頭台超美 好 不行 阿綠好漂亮 像這個頭台超美 阿綠好美喔 人美 人美 不是我 阿綠剛剛笑超可愛的 不知道有多少隊要因為妳離婚 嗯? 真的好嗎 均均耶 喔喔 均均耶 而且他還邊塗護唇膏在那邊 來 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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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喔 等你喔 小莫 小莫 來 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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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 再高一點 小莫 和一 traded碰 等你 等一下 櫻 garant後的一場 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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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闆 這兩天拍攝了兩種霧桶風格 完全不同風格的兩個版本的新專輯的封面 一個是一路以來合作非常熟悉 非常了解我的江明氏攝影師 一個是我心心念念已久 第一次合作的週末攝影師 這兩位大師 就是幫我在這次百倍的新專輯 做了兩種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我個人很滿意 我們家其實一路是養狗比較多 但是也有養過兩隻貓貓這樣 所以其實對貓也是 就是其實這些小動物們都還滿熟悉的 所以我其實一開始也有一些擔心 是因為我們在拍攝的過程中 需要小動物像貓咪的一些角度的配合 跟我們在拍攝一些攝影的閃光跟我們的人很多 所以我一開始就會有一點點擔心 貓咪會害怕 但是它今天其實已經表現得非常非常好的 真的 但你知道就是有時候跟小動物拍攝 有時候有一些timing真的是可遇不可求這樣 我想今天最頭痛的應該是攝影師 就是周末先生的吧 我們這兩天拍攝呢 昨天的拍攝我覺得拍攝出來的樣子 我都非常喜歡 然後有一些我自己覺得跟以往比較不同的樣子 都很漂亮 請示幕一代 謝謝